上集我們說到黃瓦藍的眼珠突然爆裂了 那些汁水四圍地擠 有一隻眼珠甚至飄到白煲上 這樣的情況令我們所有人都不寒而慕 旁邊的大小姐手忙腳亂地大聲叫著說 不要啦!人在她那裡中了些手段 二坦你快點過來幫我 大小姐剛剛說完 雙手微微地張開 然後結了個淨身手印出來 在黃瓦藍的頭上一拍 眼睛是心靈的窗口 這樣一爆裂 黃瓦藍的人直接整個崩潰 向後跌下 然後口裡痛苦地大聲叫著哭著 兒子這個時候 大小姐這個印記 令到她在痛苦當中稍稍舒緩過你 我把手裡的白布也拋 走到向前面開始念起淨身就上來 我們兩個人的修圍互相加疊起身 終於將仲在黃瓦藍頭上的那個暗徑 全部這樣熄滅了 而這個時候 新仲也將白布撕了快下來 幫黃瓦藍包著眼框 掌唇在他包裡也快速地拿出止血傷藥 手忙腳亂地和他包閘了眼 一翻亡錄之後 最終他這半條命算是救回來 這件事發生得很突然 黃瓦藍在生死的邊緣 現在立刻要送到醫院醫療 新仲也沒有繼續審問的心思 他叫來看守所的人 處理後事 然後離開審訊室 在流道裡他點起口煙 旁邊的腦孔有點不好意思 上前跟他解釋著說 老臣 這件事是我疏忽 當時太粗心了 沒想到有人在這個女人身上 原來這樣中了暗莊 我摸在旁邊 身仲也沒有說話 靜靜地把一支沒有淚嘴的劣質煙吃完 但那些火聲已經慢慢燒到他的手指 快要把他的手指燒熟 當他痛的時候 他稍微地把煙頭整熄了 然後拍拍腦孔的肩膀 視意一面自窄的腦孔也蹲下 看了旁邊我一眼 然後語重心長地說 老空 上一次有個江湖奇人劉魯山幫忙 我們順藤摸瓜 就找到潛伏在省港窩爐房的楊重信 那次是我們幸運 不過這次我們可能就沒那麼幸運 我們這次的對手只怕更強大、狡猾和邪惡 這些小挫折不算什麼 後面會有更大的麻煩 所以你都不要再自責 以後做事大家謹慎一點 辛仲之所以沉默了一陣 是為了給少許面色腦孔看 要他以後做事更加努力和小心點 又對他好言相偉 自然地穩定軍心 兩個人又洩點了一枝煙 吃完之後丁三重新找回來 告訴辛仲之 他已經打電話過省局確認過 自從上一次習雲社的白紙線一干人等 全部被人滅口在江嶺分局之後 就一直沒有其他消息 這個團伙好像消失了一樣 這段日子裡也沒有犯過什麼案件 當然狗就改不了食屎的本性 習雲社這樣的邪門歪道 雖然現在什麼都沒有做過 但是總是有股邪氣還在 這次水靜河飛這樣 一定在醞釀大招 沒多久 我們就前往人民醫院 一直等到黃雅南沒有生命危險的時候 我們這樣才放心離開 六個人有時聚在一起開了一次會 講起今天審訊室裡發生的事情 帶考者就提出一種想法 在我小時候 曾經聽我們家裡的老人說起一個類似的事件 說這個世界上有一種生靈 因為它們天生異品 在洪荒的時候就已經在 所以能夠吞噬日月精華 用潮池的力量重塑身形 幻化成為人類的模樣 這種東西就叫做九尾湖 它能夠混職於人群當中 但因為它的根骨 畢竟和人類有所不同 所以需要吸食人氣 甚至乎要吃人的心臟借以來索營 身中的眉頭跳了一下 並正看著大考者慢慢地問 你覺得這次雅浪山除了先前那一條可以迷惑心智的唐室精之外 還有一隻九尾妖湖 這樣的說話聽起來好像天方夜譚 不過我們這個部門什麼都有 所以大考者也直言不諱地說 我又不敢確定 人心是身體裡最重要的動力部位 它是人類獲得能量的完全 心臟對很多骯髒的東西來說是極具誘惑力的 不過如果是一些道行心的東西的話 行事就最謹慎 不可能做得這麼張揚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用一種手段將這東西引出來 身中在一個老偵察院 他眼前一亮細聲地說 你意思是我們釣魚? 這句話將我們接著下來的行動就定了 這一番前來我們有兩台吉普車 一台我們自己的 一台就是腦孔在分局裡開過來 我們現在的商量結果就全部都不用它 然後就開始喬裝打扮 透透地潛入村裡 我們一行六個人 身中我、戴口姐、掌唇、丁三、老孔 都換了當地老百姓的衣服 然後扮作路過的山客 步行地到了雅浪山東邊的龍王莊 這一路上從中午的兩點一直走到下午的五點 不過之前我有訓練打底也不算很累 反而戴口姐的腳就磨起了拋 走路拐拐拐 於是我就將那些行李分擔緊一點 一路辛苦就不用說了 等到去到龍王莊的時候還沒入村 剛剛來到村口而已 就感覺到夕陽之下 這條村莊變得冷冷清清 在村口的路旁邊還有一些飄散的溪淺 有些甚至乎已經陷入了泥土裡 夕陽底下破敗的龍村土屋 看起來就很荒涼 這一路走來 在田邊幾乎沒有幾個人 在村前的十里地上 我們遇見一個上山斬柴下來的 上前去打招呼 誰知道他們方方張張地避開了我們 完全沒有我們之前在孟家村的那種熱情招待 可以想像這十一條人命 令到雅浪山附近的村民已經得到了沉重的打擊 如果不將這件事徹底查清楚 絕對會影響整個雅浪山 乃至南郊人民的正常生活 因為我們沒有提前通知龍王莊的基層組織 所以也沒有人出來招呼我們 幸好老孔在龍王莊有個遠房親戚 於是我們去了這家人先下腳 龍村的房間雖然破舊 但是比較闊落 主人家收拾一下之後 騰出兩間乾淨的房間出來 藍一間、女一間 看著現在天色已晚 接著就開始幫我們準備晚飯 老孔就拉著他這個遠房表叔 來到院前坐下來 問起最近這件事 那個老人家已經七十幾 一聽到要談這些事 馬上叫他老婆把大門口那對燈籠點起來 然後小聲地說 這件事真是很邪 我都七八十歲人 但真的沒見過這麼邪的事 現在先把燈點一下 免得被鬼聽了 這對大紅燈籠也在過年的時候才會掛 不過天黑就不要說鬼 一說鬼鬼就會來 這一點這個老人就認識 於是他就點產紅燈籠 撞一撞陽氣 免得被鬼聽了過去找上門 點完燈籠之後 這個老人家先小聲地說 老人家的媳婦其實真是不錯的 洗衣服煮飯落地做事 沒得頂啊這個女孩 很多人都很羨慕的 只可惜老夫的兩夫妻 對這個媳婦真是很苛刻的 周圍唱他這件不好 那件不好 還有老夫自己的手也不乾淨 喜歡在他媳婦裡抽點水 你說丟不丟架 黃阿嵐將胡曉天一家四口全部殺了 而且還害人聽聞地將他的心煮成了一鍋湯 毫不畏懼地將心臟全部都吃掉 這件事聽起來都挺嚇人的 而現在在這個同村的老人家當中 我們聽得出他有幾份同情的意味 我們再打聽 這樣才知道原來胡曉天一家 在村裡名聲就不算太好 胡曉天爹解放之前本來是一個古爺 投機取口胡作非為 而胡曉天更加在之前那場運動中 搞瘋搞藥搞屍滾 做了很多惡事 平日對隔離論社從來都沒有和睦 不過他娶了這個老婆幾得人喜歡 事發的當日這個老人家也曾經看過 當這個媳婦被人押走的時候 這個老人家看到眼光當中一點光華都沒有 愛莫抵心死 亦都忍不住心痛起距離 這些說話說說說說而已 那就來一題了 新仲再問老人家 村裡有沒有一個叫江小雅的女人呢 老人家就領領頭了 沒有呀 我都沒有聽過這樣的女人 新仲又問了 那隔離村呢 隔離村有沒有聽聞啊 呃…隔離村我都沒有怎麼聽啊 我們農村的人哪有這麼好文化啊 不是叫大妹就叫二妹的啦 還是叫招弟 老孔這個親戚在龍王莊已經生活了大半世 一草一木村前村後全部都了如指掌 他現在說沒有就真的沒有了 由此可見那個神秘的女人 一是就是黃雅南心裡幻想出來的 一是就是一個床頭露尾的罪魁禍首 想回頭 今天黃雅南的眼珠不斷爆裂了 我們都知道這個肯定是一個修行者 一句說完 那個神秘女人就是我們這宗案的關鍵所在 昨晚我們吃過飯之後 天色已經黑漫漫 幾個人有時商量了一下 決定要夜探胡家 去那裡看看情況 如果沒有發現的話 翌日再上山 用那個能夠察覺陰氣的鴻銅鑼盤 再來搜索這些案件的線索 月上中天 夜晚涼風吹過來涼淨淨的 我們六個人趁著夜色 就向著胡家那邊走過去 左右一看 整個村就像鬼城一樣 好了 到底我們去到胡家之後 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下集再說 我們就走到達兩隻的角色 我們下集了 吝手 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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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